第111集 御医千里问诊 御医所需之物 很快就送到了牙障外 御医本人则从装药材的车里 取出两只陶罐 在她的吩咐下 两只火炉分别生起了火 一只炉火中燃烧木炭 火烧得很旺 御医把盛满清水的铜壶 搁了上去 待壶中的水烧得有点热的时候 她从一只陶罐中 抓出一把有点像花生米的黑豆豆 放入另一只空碗中 再把壶中的热水冲入碗中 浸泡那些两头有点尖的黑豆 仍把盛水的铜壶放在火中烧着 不一会儿 另一只放置干牛粪的火炉点着了 御医把铁锅架上去 锅烧热之后 御医把手伸进另一只陶罐中 抓出了几把纯净的细砂 并将砂子置入锅中 用锅铲慢慢翻炒细砂 砂炒热了 御医再倒掉成黑豆的碗中的水 把经过浸泡的黑豆置入锅中 和砂一块慢慢地炒 她一边炒那合着砂的黑豆 一边对身边的大义公主道 用牛粪做燃料炒着药真是太好了 火力不猛却很均匀 锅中的药不易炒糊 药效当然高了 炒豆的时候 铜壶中的水烧开了 御医吩咐先倒一碗 让其摊凉 再过了一会儿 沙中的黑豆 发出了噼噼啪啪的爆响声 御医又加速炒了几下 就把铁锅端离火炉 待锅中之沙和豆烧凉之后 将其倒入一细眼铜丝的药筛之中 沙被筛掉 筛中仅剩了一颗颗炒熟的黑豆 待筛中之黑豆完全摊凉之后 御医捡了一颗 像吃花生米似的 放在口中嚼了起来 并倒 嗯 不错 御医把黑豆放入另一只 干净的空碗中 端上 对大义公主道 请公主 把那碗凉开水端上 即可事后可含服药了 大义公主胡一不定地道 一碗水 几颗炒黑豆 就这么简单 药嘛 哪有固定讲究 能治病的药 即是好药 御医说着端着黑豆 已率先迈入牙障 公主只好把一碗摊凉了的开水端上 跟了上去 御医先至病榻之前 对闭目躺着的沙不掠可汗轻声地道 可汗服药了 病入高荒中的沙不掠可汗不知哪儿来的劲儿竟一下坐了起来 旁边侍候的下人则在其胸前架起一长条形的鸡案 可汗往日喝药用膜 鸡案就是这么搁着的 御医把碗搁在岸上 从中一五一十地竖出二十颗黑豆 放在鸡案上说 可汗的病较重 一次须服二十颗 请注意 不能浑沦吞早地吞吃掉 要像吃花生米一样 嚼碎了再吞 沙不掠可汗惊奇地望着那仿锤形的小黑豆 大失所望 这就是为咱治病的药吗 是 怎么了 咱的病很重啊 沙不掠可汗说 几颗豆都能治咱的病 咱不能 一般人只吃十二颗就够了 您不行 要吃二十颗 御医道 如果咱的诊断没错 吃下它就能立竿见影 出奇效 那好吧 沙不掠可汗用瘦骨鳞巡的手 拿起了一颗黑豆 欲把那豆往嘴里送 想了想 他又问 你刚才说 要怎么吃 御医急从岸上拿起了一颗放入水中 嘎巴嘎巴地嚼了起来 他说 要嚼碎 不能一口吞下去 沙不掠可汗学着御医的样子 把手中的黑豆放入水中嚼起来 大义公主关切地问 药味怎么样啊 嗯 又脆又香 蛮好吃的 说着 急从桌上抓起几颗 一并塞入嘴中 御医忙说 这二十颗药 咱吃了一颗 得给你再补一颗 行 再多补几颗也没啥 转眼之间 二十颗小黑豆便一扫而光 别说出奇笑 啥反应也没有 御医指着公主 放在岸上的一碗水 她说 请把这碗水喝下 若有反应 就有志了 可汗望着御医 她问 这是啥水 大义公主急说 就是一碗凉开水 这也是药 可汗摇头又说 不过 咱刚吃了炒黑豆 正口渴的难受呢 说着一仰脖子 咕嘟咕嘟 把一碗水喝光了 此刻最紧张地 莫过于御医 她的戏法 皆已作劲 病人若是没反应 就说明是误诊了 但其仍深信不疑地认为 自己的诊断是不错的 于是目不转睛地 盯着沙伯略 受到她的感染 在场的人 亦都盯着可汗 等待奇迹的出现 虚语间 只见沙伯略 手无骨胀的肚皮 面显难以严重之痛苦 痘大的汗珠 从脑门并脚滚落下来 并大声地叫道 哎哟 痛死咱了 可汗深吟着 在榻上痛地打滚 众人大惊失色 面面相去 手脚麻利着 赶紧把榻上的机案撤下 在一片慌乱 与惊恐之中 唯独御医的脸上 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而就在此时 痛不欲生的沙伯略 仍不忘用恶狠狠的目光 指着御医道 毒 毒 若想毒 毒死咱 宰 宰了她 对御医的行径 早就看不过眼的 侍卫官安遂家 左手揪住御医的胸襟 右手嗖地 抽出了腰间的配件 公主 饶命 御医身子一软 跪地说 别别别 别误会 可汗病成这模样 如果不忍痛治疗 迟早都是一死 何劳郎中 不远千里跑来下毒呢 众人一听 此言不无道理 公主急问 那你咋将可汗 整成这模样了 她肚痛 恰恰表明三的诊断是对的 可汗是真 真有救了 还有救 你看看她痛成什么样了 痛好了 御医一想就这么说 他们怎么能信呢 于是改口道 不要紧的 请大家不要心急 不要喧哗 耐心地等一等 果真 再过了一会儿 可汗因为肚痛引起的 挣扎扭曲减轻了 声音声也变小了 竟大汗淋漓地 趴在榻上睡着了 她病得本就没了精气神 经此折腾 累得不行了 让她睡吧 御医一向众人解释着 给可汗盖上不亲 接着 她想突然想起一件什么大事似的 忙说 请哪位拿一只木桶来 等会儿就要用到它 安遂家用怀疑的目光 看了御医一眼 心想 这老嫂 又做什么法了 不过 想归想 她还是卖出牙障 拿了一只 挤水的木桶 御医看了看 然后说 行 就用它吧 御医 公主 侍卫 一杆下人 都一直守候在病榻前 谁都不肯走开 天 渐渐地暗了下来 下人们在牙障中 点上了灯 此时 可汗的身子扭动了一下 接着 捂住肚子 又叫去通来 周围的人也都紧张起来 忽然之间 可汗一先不亲 说要拉屎 两名身高体壮的侍卫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 把可汗扶起来 可汗的两只手 一左一右 搭在侍卫的肩膀 欲往外走 不要出去 就拉这儿吧 御医指着 安岁家提来的那只木桶道 以往 沙布略 可汗病得再重 都不肯在牙障内 干此等事的 这一回 可能是肚子坠痛得 实在是等不及了 他终于点了下头 同意了 侍卫帮他解开裤带 刚让他在桶岩上坐下 就听肚子里 咕噜咕噜 坐起怪来 两名侍卫 跪在地上 架住可汗 但 可汗仍然 身吟着 叫肚子痛 并用一双 哀怜的目光 望着御医 希望他 帮助自己 解除苦痛 御医 也觉得奇怪 叫拿灯来 他用灯一照 只见几条 如蚯蚓一般的虫子 相互缠绕 如绳索一般 已经裸露在 肛门之外 可是不管 可汗怎么使劲 那虫子 就是不肯出来 羽衣一见 机中生智地说 快把家伙 探用的 那个钳子 拿过来 不一会儿 一名下人 拿了一把火钳 羽衣接过来 夹住 肛门外的虫子 就往下拽 接着 这听 哗啦哗啦 如放水一般的响 顿时 牙杖之内 臭气熏天 可汗无力地趴在 一个贵立的 侍卫肩上 任那虫子往外掉 奇迹果真出现了 待侍卫重新 把可汗扶上床 只见他那原本 骨胀的肚皮 就完全平复了 而桶中 竟装了小半桶 各色的虫子 有的 而且还在蠕动 次日 玉衣再入 可汗牙障 见公主 正在把炖好的羊肉 喂给杀不掠 可汗吃 见此 玉衣连连摇头说 可汗之肠胃 以为虫子伤害 尽其最好不要食肉 咱饿 可汗白一块 黄一块的脸上 对玉衣露出了 难得一见的笑容 肚子原先已被虫子 站住 已经排出 能不饿吗 可越是这样 越不能猛吃 乱吃 否则 又会生出心病 咱已经给您准备了 一些五股杂粮 和温补的食物 亲公主吩咐下人 用文火熬烂 让可汗进食 每次不要吃得太饱 每日可多吃一两餐 待胃肠恢复之后 再逐渐进补肉食 行 咱听御医的 可汗立马就不吃羊肉了 转而像个孩子似的问 您咋知咱肚子里长虫子了呢 而且您说只需一两次药 就可以治好咱的饼 当时没人肯信 咱和可赫敦刚才还在说 您简直是太神奇了 说穿了 其实很平常 御医笑道 张孙将军回京师说 可汗的肚子 鼓得像是要生孩子的媳妇 对郎中而言出现此症状 大都不外两个原因 一是 肚子里长了东西 并产生腹水 若如此 麻烦就大了 腹水可以用药散食排除掉 但肚子里长的东西 要是削不掉的 过不了多久 又会腹胀如骨 二是肚子里长虫 用药把虫子杀死 排除不就好了吗 张孙将军还说 可汗吃了东西就肚痛 不吃东西 亦肚痛 在心里就有几分底了 因为 那很可能是虫子在作怪 你不吃东西 肚子里的虫子 也饿得难受 就要蠕动 肚子就痛 你吃了东西 虫子蒸食 一咬蠕动 也会痛啊 不过 对于郎中而言 不见病人 是不能妄言下断言的 再说 咱用的这药 叫使君子 关中靠南边一带的山里 到处皆有 此药 人吃一点 无关痛痒 可是虫子沾上 就不行 非死不可 好好的一条汉子 肚子里咋会生出 那么多虫子呢 公主不解地问 咱正要说此事呢 御医道 岂止可汗一个人肚子里有虫 说不定公主的肚子里 也藏着几条呢 这是因为数量不多 才没有发病而已 河里和西中之水 表面上看去干干净净 其实 水中就有虫卵或者是幼虫 人畜不小心喝进肚里 就有可能生虫 还有 牛呀 羊呀 吞进肚中 幼虫很小 在肚里肠里到处乱窜 有的钻进牛羊身体里 你吃的牛羊肉 有的没有熟透 那虫子没死 不是又到你肚子里了 虫在肚子中 越积越多 越长越大 肚子就鼓起来了 啊 公主感到不可思议 可怕可怕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御医继续道 今后如不是万不得已 水最好烧开再喝 吃的牛羊肉 煮得也好 烤得也好 要熟透了再吃 咱此次带来的一车药材 其中就有一百多斤的弑君子 你们就学我的样 用纯净细纱 闻火炒熟 每人一次吃十二颗 有虫杀虫 没虫的 吃了也不打紧 尤其是孩子 更一受到感染 都要吃 沙布略可汗 在公御医的精心调理下 身子恢复得很快 找御医看病的突厥人 更是络绎不绝 御医来者不拒 起见为了保险起见 沙布略可汗又服了一次 治虫的药 不仅如此 公御医还把会治外伤的 突厥医生和公主 找到一处 教给他们一些防治 常见病症的方法 送给公主一部药书 并把此次带来的药材 全部都送给了他们 御医一行 前后待了二十余日 终于要启程回京师了 沙布略可汗感激涕灵 又要送公御医 一千五百匹马 并说 上次于大使来 曾赠起一千匹 御医说 于仆叶是大将军 送他一千匹马 他有用 自己走拿这么多马 是没办法 最后 可汗亲手挑选出一匹骏马 将他送给了御医 并由董汉宇的安岁家 代表沙布略夫妇 向大随皇上 写了一封 热情洋溢的感恩信